明年大雪 青年的知识度格外的引发关注 蓝绿白三党总统参选人受邀出席同一场青年论坛 民进党的赖清德主打国家希望工程愿景 国民党侯友宜则是主攻两岸议题 那么原本就最受年轻族群欢迎的柯文哲 则是大谈第一心的问题 让青年朋友很有感 柯文哲才刚放下麦克风 掌声和欢呼声有多热烈 果然在青年论坛就是柯P的主场秀 用最浅显易懂的语言解释低心困境 半小时的时间柯文哲都觉得不够他讲 不过选战对手民进党的赖清德 早已等在后头 藍绿白相为总统参选人同场不同台 对决青年议题更开放现场QA 柯 猴 赖都被问到 对年轻人来说有什么理由 要把票投给你 第一 至少柯文哲不会贪污 我要为何起创令 我当总统不会搞那什么 我前瞻计划8400亿 我一定把我四十几年 诚信正直敢负责勇于承担 那我到底有没有这个执行力 大家可以去看 因为我是第一次出来参选 看我台南市市长任内 我是台南县市合并第一任的 市下市市长 赖清德 柯文哲和侯友宜 在国家未来主力 年轻世代面前各输己见 表现如何 加分还是扣分 在年轻人心中自有判断